慢性甲性肠梗阻是一种罕见疾病可影响成人和儿童,其特征是严重的肠道蠕动障碍。 肠道的神经肌肉结构发生了变化,这导致肠道完全或部分缺乏蠕动以及推进能力, 即推动肠道内容物和气体前进的肌肉的波状运动。 此外,有时其他内脏器官,例如膀胱的肌肉组织也会受到影响,导致部分或完全无法进口进食。 慢性甲性肠梗阻的病因尚不清楚,有一些是由于肠道肌肉或神经疾病, 疾病或神经病变或线粒体疾病引起的。 有时这种疾病是由代谢、内分泌、肌肉风湿或神经系统疾病引起的。 根据现行国际指南,慢性甲性肠梗阻的诊断是基于至少存在以下诊断标准中的两个。 神经肌肉系统受损,小肠盘反复或持续扩张,存在遗传或代谢异常。 无法通过进食维持足够的营养状态和满意的生长水平, 需要采用肠内或肠外人工营养。 一些测试可以确诊慢性甲性肠梗阻或甲性小儿肠梗阻。 腹部平片检查,腹部噪影, 胃肠道传输闪烁扫描, 侧压法, 全层肠活检, 肾脏和泌尿道超生检查, 计算机断层扫描和磁共振成像, 遗传和基因组分析, 消化内窥镜检查。 慢性甲性肠梗阻的治疗管理需要一个多学科团队, 其中包括儿科胃肠病学家, 消化外科医生,病理学家, 泌尿科医生, 肾脏病学家, 遗传学家, 遗传代谢疾病专家, 内分泌学家, 营养学家和心理学家。 管理目标是治疗阻塞症状并保持良好的营养和健康的生长。 肠内和静脉肠外营养在病情管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。 甲性慢性肠梗阻无法治愈, 也没有特效药物。 然而, 一些疗法可用于缓解症状并控制并发症, 例如, 促动利药和抗生素。 手术在慢性甲性肠梗阻患者的治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消化灶口术适例, 胃灶口术, 双肠灶口术, 回肠灶口术, 盲肠灶口术, 结肠灶口术 可直接进入受影响的胃肠道。 它们可用于肠内营养或药物给药, 并提供胃肠内容物减压的途径。 慢性甲性肠梗阻是一种复杂的疾病, 需要个体化治疗。 国内和国际专家之间分享经验和专业知识, 是改善日常临床护理和未来研究前景的基础。 让我们一起传播有关CIPO的知识和意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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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